哈喽大家又见面啦 今天是国庆的第三天 大家都去哪里玩了呢 我是就待在上海然后哪也没去 但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假期 甚至比平时还要忙 就事情特别的多 然后今天呢也是抽空 来给大家录一个我的开箱视频 因为最近就换季嘛 就疯狂的购买了很多衣服 然后就有囤了几个包裹在这里 反正我最近消费率真的大涨 今天拍这个视频呢 也是因为我某一天的半夜 就在Sara疯狂下单你知道吗 半夜真的很容易做一些冲动的事情 然后就收到一个巨大的包裹在这里 真的超级重 我现在已经举不动了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它分开发的小盒里面 好像还有一件还是两件衣服 然后这呢 是我在太平洋买的一个西装 待会也会试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呢还有一袋又一裤的衣服 这也是我前两天在他们实体店买的 以上之前呢 我都会给大家试穿一下 然后大家可以在弹幕告诉我是好看还是不好看 然后其中也有一些是我还蛮纠结 不知道要不要留下的 大家也可以弹幕告诉我留还是不留 OK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我还挺期待的开箱开箱开箱 那我们还是从这个最大的Sara包裹开始吧 耶 其实我觉得拍拍摄视频还蛮好玩的 就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真实的第一感受 那我现在就把它打开了 好大 第一件就是一件西装哦 哇好大的这件 就我这个人真的很纠结 如果我在Sara的官网啊 就在APP上面买的话呢 如果像这种没有办法决定是买XL还是L的衣服呢 我就会选两个尺码 然后回来试一下 我已经在视频里面给大家分享过很多次了 就是他们家的APP退货什么都很方便 然后BOV也很方便 然后这一件是XL买的 它是一件棉麻的那种西装 然后料子是比较硬的那种 看一下它是有点做米黄色 我觉得这件还蛮好看的 但是呢这个size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大 先放着 找一下我有没有买另外一个size 啊 我金了 我怎么买了两件XL码啊 我说的那个单怎么这么贵 下了两件XL码的 那这个先放到旁边 不要给它弄脏了 我直接套在这个外边好了 因为它还挺大的这件 就应该不会特别紧 好热 现在穿是XL码 但是我觉得它好奇怪 就是因为它袖子这边就很紧 可能是因为我里面穿卫衣的原因吗 然后医生又还蛮宽大的 我要不把里面卫衣脱掉 试一下吧 这件呢我觉得是好看的 但是说不出来的奇怪 可能是因为它袖子这里太长了 穿上有一种硬邦邦的感觉 大家觉得呢 我下面就穿了一个短裤 我觉得它衣身色变我是很喜欢的 就是很宽缩嘛 但是这个袖子对我来说实在是有点窄 因为我这样单穿的里面穿的是一件短袖 也会觉得这边紧紧的就哭着我的感觉 虽然它颜色也蛮好看的 是这种米黄色 然后还是我喜欢的亚麻材质的 哎 就这里我不太喜欢 我试再试一下Alma吧 但我觉得效果可能差不多 这件好像比例上面来说 穿上身的感觉都会好一点 为了给大家看到这衣服的全貌 然后又看到我的头 我就得随时的下蹲 就这一件的两个尺码 一个XL和L5 要是要留的话呢 应该会留L码吧 就XL更怪穿着 嗯 有点纠结呢 你们觉得嘞 有点鸡肋 嗯 没有那种让我一眼觉得 哇好好看啊 就是我的衣服这种感觉 嗯 可以留 但是呢 也可以退 我觉得这件应该只能在秋天 就没有那么冷的时候穿 因为它就里面塞不了厚衣服 好 这件我们就先不纠结了 先赶紧来穿下面一件 又是一件西装 它是这种有点米灰色的 这件就是那种比较常见的 然后薄薄软软的棉麻的西装了 这件我觉得上衣效果 应该会比我身上这件好一点 我来赶紧去穿一下 咦 哦 这件不错诶 就很舒服它穿着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应该去把里面的衣服 换成一件白体 因为这样子搭起来都会有点怪怪的 这件呢 其实比刚刚那个米黄色穿着 真的舒服很多 它这件两边的也是有点垫尖的这种 所以会让你的肩膀看起来比较挺 因为它袖的这边余量还是蛮多的 就不会那种绷着你的感觉 但是它就面料是比较软的嘛 不过呢 这种料子的西装就是又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会很容易皱 这件我觉得也就普普通通吧 就我身上也没有那种哇真好看的那种感觉 就还好 因为我西装真的很多了 版型也普通 面料也普通 颜色也普通 嗯 为什么这家模特穿这么好看呢 这件也没有让我很想留吧 盖到背面 我还是不死心在用白T来搭一下这件试试看 这件好看的 就它颜色好看你知道吗 然后料子也是比较挺的 它搭浅色的衣服就很好看 就很显肤色 大家觉得这两件西装我该留哪一件呢 是这个米黄色还是那个米灰色嘞 我现在又开始有点心仪 这一件了 刚是想着两件都退的 哎 先这样好吧 我们赶紧试下面一个 没错没错没错 又是西装 今天可能是西装 西装专场 哎 这件感觉还不错 就它默色是那种很厚实的面料 这感觉是那种冬天很冷都能穿的西装 这件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吧 哦 感觉来了 这件不错 就稍微有一点点大 绣子搞起来一点 看这边口袋就有巨大一个 这是它那个尺码镖 这个它颜色就是偏暗的一个均绿色 然后镜头里面可能会偏黄一点 这边呢有两条这种分割线 还蛮精致的看起来 然后肩膀这一点也是有垫肩的 就是它稍微给我有一点点大 我觉得Emma可能会更合适一点 它的就是也是有很随性的感觉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你们觉得勒 这件要留还是退勒 还是换个尺码勒 这件给我的感觉就是质感还挺好的 是那种我会想留在衣柜里面的衣服 OK我们下一件还是Cigelana 看看 这是我之前很早就加购的 然后当时它没有尺码 它是长这个样子的是比较有设计感的这种 前面有做一些这种类似胸衣的设计 背后也是 我觉得这件还挺精致的看起来 不知道穿上身什么样子 而且这件我觉得它尺码也很难选 我这个是Elma 但是呢 我是觉得这种衣服可能要稍微修身点 穿起来会更好看一点 这件里面可能就不能穿T恤了 就会显得很不伦不类 我先随便套一下 哎呀妈呀 好挤啊 它是好看的 只是我现在这样搭很奇怪 OK我回来了 这件呢我觉得还不错 对这个尺码给我也差不多 其实也可以再买更小一码 它是有一点点腰身的 有一点点收腰设计的 稍微修身一点可能会更好看一点 这件它衣裳的料子还是蛮薄那种 然后肩膀之里呢 有一个比较厚比较硬的垫肩 就把这个衣服撑起来了 然后像它这个袖口这里 还有这种假的胸脱这种边边的位置 都是这种没有包边的设计的 背后也是这样子 有一点点收腰的设计 我这个下面搭的是一条半裙 我是觉得这种类型的衣服 你如果想穿的不那么正式的话 就可以搭一个这种花花的半裙 还蛮好看的 底下这个半裙我也挺喜欢的 这个是我说到还蛮久了 但是一直没有穿过 也能在视频里面给大家分享过 也是蛮好搭的一个 这件也是我挺喜欢的 好看好看 然后下面呢是一个 我买了一件这种针织的小套装的感觉 里面一件这种吊带 然后外面一个开衫的 我来试一下 OK 这件 里面这个还蛮暴露的呢 它这个背心是有点类似文胸的设计的 稍微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啦 然后中间是一个扭扣的 平时我可能还是这样子 把扣的扣起来穿 里面这个吊带和外面这个开衫 是分开的嘛 就是它不是一整套卖的 对 然后里面这件我买的是最小的 外面这个呢是M码 我觉得这个套装还挺好看的 它就是一个这种细针织的 然后一个藏蓝色 上面有点点这种暗红色的这种绣花 这个针织量呢 虽然说不是特别特别特别的轻肤 但穿着也还可以 就不会很渣 就它有点小复活的感觉 然后今年还挺流行这种针织的套装的 它这个下摆这里呢 是有一节细的螺纹的 所以呢是有点点的这种收腰的效果的 绣口这里呢也有一节螺纹 我就觉得这套还行 现在下面就是刚刚那条半裙嘛 没有换 这样子搭半裙的话呢 就会看起来精致一点 搭一个这种宽松牛仔裤呢 就会看起来有点美式小复古 你们觉得呢怎么样 就里面的背心实在是有点太辣了 就可能比较适合什么音乐节呀 什么蹦地呀穿 然后这件呢 就是我买的一件半袖的背心 这好像是男装的吧 试一下 这件好看好看好看 我刚试之前我就觉得它可能普普通通 但穿上哇好好看哦 今年我真的买了好多这种半袖的背心呀 就搭着这种T恤外面真的是又好看又方便 这里面的T恤搭得也刚刚好 就有流出一点点边边 这件是男装的 然后是Alma 然后我觉得穿着正合适 对就有点宽松的感觉 它的下摆的侧面有一个很小的开叉 还蛮俏皮的 这料子呢是这种比较细的真枝料 好看好看耶 颜色也是我最喜欢的这种橘色 嗯 这件还不错哦 你们觉得咧 然后呢还买了两件马甲 对 他们今年也出了很多这种马甲 这个呢是一点浅灰色的 对一件 这件比较宽松 然后前面的扣子呢比较多的 背后呢还有一个可以调节的袋子 好奇怪 这样子有点怪哈 不要惊慌先 跟这个搭起好像还不错哈 对吧 但这里面这件给我还是有点大 然后如果把后面收紧的话呢 它又会皱起来 它这个颜色如果白一点 或者说没有那么暗那么灰的话 会更好搭配一些 嗯 我觉得它也就是无功无过吧 大家觉得留还是不留 还是换小一个尺码 这件呢就比较小巧一点 然后它的料子是有点磨毛质地的 这件摸着还挺舒服的 背后也是一样 有一个这种的 耶 我当时买这个是其实是打算单穿 然后外面加西装啊 牛仔外套的 但是这个领口就比较低嘛 如果单穿 单穿的话就可能会走光 但是这件我还是挺想留的 因为它的质感还挺好 只是我现在搭的不太好 这种应该我觉得是秋冬那时候 然后里面穿了一件那种秋深的针织的打底 我刚去穿了一件小光领的打底 本来想偷一下懒的 但还是试给大家看一下 外面随便搭个外套 还蛮可爱的吧 这样子 很像一个内搭 就是外面可以套各种外套啦 对 都会挺好看的 因为里面已经有点小搭配了 再下这个西装 这个西装真是越看越好看的 那这两件马甲呢 我自己是更喜欢身上这个深灰色这一件 摸着呢也是这一件比较厚实质量和质感更好一点 这件呢就真的很薄 然后它是单层的 但刚刚这件单穿配这件也是好看的啦 向弹幕求助一下 帮我稍微抉择一下 然后呢就是两双袜子 就袜子没有什么好说的啦 我觉得上脚应该还蛮好看的 而且这种竖条纹的嘛 就会显得你的腿比较细啊 料子也是蛮舒服的 就可以用来搭配这种比较短的裙子 这一件东西呢就差不多了 把这个拆拆看一下 我已经不记得里面是什么了 又是一个西装 啊我是这件 这件是背后有开叉的 你看啊 这件好看啊 赶紧试一下 天呐我也买太多西装了 这件感觉还不错 外面有点大吧这个 我现在看镜子就感觉 我的上半身是一个正方形 它整个很宽 但是呢衣裳又比较短 我是比较喜欢它后面这个开叉的设计啊 然后它整个衣服也是比较薄的 然后没有很挺嘛 跟店间约很大 这边就会肩线是比较塌下去 有点溜肩的感觉 不知道它买小以后会不会好一点 但是我觉得它要是再小的话 可能衣裳更短就更加的方了 这块是个正方形 有点小失望呢 看我这样子把这边挡住 是不是好多了 难受 后面是好看的了 大家觉得嘞 这二个部分呢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再给大家试一下 刚刚那个优衣裤的牛仔外套吧 这也是我新买的 对也是准备给大家分享的 这也是他们的U系列 这款呢有两个颜色 还有一个是比较深的那种复古的牛仔蓝 这个呢就比较浅蓝一点 这个还是蛮好看的 然后它有三个口袋 这件就是里面随便搭的都好看 里面如果搭个T恤呢就是这样子 还挺好看的吧 就很好搭配的一件单品 然后呢还买了一件非常基础的一个大的卫衣 就跟刚刚我开头穿的那个紫色的是同款的 它就是这边胸前有个这种小三角 就还挺好看的啦 这点是很宽松的我买的 可以里面内搭一个T嘛 然后露出这个边边 好看吧 衣柜里面一定要有一件这样的卫衣好吗 这个真的要买 穿着很舒服就是又很好看 随手套上就可以出门的那种 好看好看好看 有时候这种最简单的搭配反而是最好看的 我再把刚刚那个紫色的换给大家看一下吧 这个颜色也是很显肤色的那种 上次我不是有分享一件粉色的卫衣吗 但这件呢就会更加偏紫偏暗一点 这件也好看吧 就很喜欢这种宽宽松松oversize的感觉 穿着就很舒服 下面就随便搭一个这种短裤也很好看 这短裤也是没有链接的 就很早之前买的 然后最后呢是这一箱太平妙的 这个也是一件西装 然后是比较厚的衣料的那种 这样的感觉好像挺普通的我看 就是还蛮宽松的 但是因为我里面穿的是短袖嘛 就直接贴肤的话有一点点的渣 然后它里面呢它有一个 这种小鹿斑笔的一个这种吊着的东西 是这样吗 嗯 有点奇怪 我当时买这件绳是想说这个装饰 我应该不会把它给放上去 但这样子看的也还蛮可爱的 这件西装它本身就蛮好看的 然后面料是蛮软的那种 就是薄薄的妮子的料 是你冬天也可以穿的嘛 像袖口啊领口这边都是没有包边的这种 颜色我觉得还蛮好看 这种焦糖色 这件大家觉得呢怎么样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就好像没有这种颜色的西装 它这料子其实看着质感也挺好的 然后如果你觉得搭这个东西比较幼稚 就可以给它拿掉 单穿也很好看 而且我发现它的扣子也蛮特别的 是底下一个圆的扣子 然后上面还有一种小花花 是这种两层的 对就感觉是蛮用心的设计的 好 OK那今天这个开箱试穿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还试了挺多衣服的 然后又我自己不太满意的 然后又挺喜欢的 大家觉得好看啊不好看啊 留啊不留啊都可以在弹幕告诉我 帮我抉择一下 因为本人真的是太纠结了 我发现今天衣服都是上衣 没有什么下装 本人在这种筷子上品牌 真的很少买裤子这种品类的东西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要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样的形式 因为今天时间不是很宽裕 所以就可能背景啊 然后还有机位啊 调都不是特别好 可能看起来会比较凌乱一点 所以大家就多见谅 那请大家多给我弹幕评论 点赞收藏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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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